他嫁香港豪门,生女儿被奖励10亿,直言想拼三胎,公公八字回应好吧戏。 作为香港最有名的名门望族之一,货家的产业便及地产、建筑、航运、百货、酒楼等多个行业,绝对的家大业大。 虽说这一家人没有李嘉诚、李昭基等家族那样大手笔,但在某些地方也毫不含糊。 说起嫁入豪门最成功的例子不得不提郭晶晶了,作为奥运冠军的他虽然嫁入了豪门,但一点没有改变自己以往的朴素。 他甚至把豪门公子哥老公或其刚生生给带成了地主家傻儿子,网友都称赞这一对太幸福了。 自从去年4月,郭晶晶生下二胎女儿之后,一家四口,儿女双全,更让人羡慕不已了,并且还有消息称。 生下女儿之后,公公或镇厅微表示对郭晶晶的感谢,特地从家族中又拿出了价值近10亿的房产奖励给郭晶晶,可见郭晶晶在货家的地位。 已经有了仪儿一女的郭晶晶对此并不满足,近期在参加某活动时,被记者问及是否有生第三胎的打算。 他回应,会有生三胎的计划,至于是男孩还是女孩,顺其自然就好了,因为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性别没那么重要,如果是儿子就更好了。 而最近公公或镇厅也带住孙子去长城和故宫游玩了,面对记者提问关于郭晶晶追生三胎的事情, 郭晶晶则显得很吃惊,他回答,这个由他自己决定。 这个回答真是相当霸气了。 其实很多人都羡慕郭晶晶嫁入了豪门,一方面是因为货家确实不管是在财力和地位上都高人一等, 另一方面就是不管是老公或启刚还是公公或镇厅都十分地尊重郭晶晶的意愿。 这是其他豪门家族所不能比的,而这一切也是因为郭晶晶自身就很优秀, 所以正是应了那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你们喜欢郭晶晶或启刚一家吗?